眼前這一塊停車場用地 還有另一塊目前成租 作為網咖場所 就是未來桃園市府首推的 原住民社會住宅預定地 都發覺原本規劃在 中立隆岡地區 興建原住民社會住宅 不過三十號 原民局代理局長林日龍 前往市議會做工作報告時 提到市長鄭文燦才是不宜興建 以免原住民遭標籤化 因此未來的社會住宅 以混居型為主 消息一出有議員表示贊同 但也有議員仍主張 興建原住民專屬社會住宅 強調為了保存文化 並且指出後續管理 才是不會讓族人 遭標籤化的重點 長期沒有自由住宅的 這樣的一個情形 然後如果原住民集合地住在一起的話 更能夠展現出我們原住民的 未來可以展現出 我們原住民的特色 過去新北市龍文浦國宅 產生爭議包括積欠租金等問題 目前市長鄭文燦決議 以原和混居室住宅進行 提供百分之三十名額給弱勢族群 其中至少百分之十留給符合資格的原住民申請 面對喊出任期興建兩萬多戶 社會住宅的鄭市長 主任只希望這不只是選舉手段 而能做出合理規劃 讓他們在都會區安穩生活 記者喜顧許家榮 台北市桃園中立採訪報導